保理年輕設計師丹利如 受到國外設計師的企劃 最近幾年 洛杉設計很多款跟保理頂相關的 ロゴ和導遊 並且製造T恤和水紅燈燈 引起在地年輕人的興趣 在此 關議員丹利君以及頂童了解時 也特別跟他的工作室 丹利如來作交流 保理在地青年丹利如 在國際上已經是很有名的設計師 因為看到國外品牌設計 感覺很趣 他們處於這幾年來 就有設計很多款跟保理頂相關的 ロゴ 還有導遊玩手 並且製造T恤 水紅燈燈一雙生化用品 我覺得可以借用這些 有點趣味性的方圓的圖像 來讓更多人來認識 埔里這個小鎮的特色 然後 目前已經做了這些 這些圖像其實反應都還 出意料的多 然後 未來也是希望說可以找一些 也是在創作的朋友 然後我們一起來 把 埔里的地方的特色 轉換成另外一種 不一樣的文化的能量 農人他們會穿青蛙裝夏田 那他用一個法國非常有名的品牌 他把它翻完成狐狸版 那Homie意思就是說 一個很愛家鄉的人這樣 那用這樣的概念 他也去發展了T恤 埔里有一個國際籍的大師 例如老師 來這裡看到 包括我們去的 包括愛馬斯 包括愛迪達 很多這些國際的知名品牌 都會合作 經營的創意 你想這次還可以用我們的鋪離 這兩天 有創意下去 要來行銷我們的鋪離 但入入行銷在地文化 讓產品設計真有故事上 讓地方很慎重 保理頂上了解 成了南大廣議員黨議員 除了表達支持這種精神以外 也希望透過基盤藝術整個方式 讓保理頂上有一樣 想法的年輕人站出來 躲動保理藝術創作的發展 記者環隆坤插風報道